出名孝順的陳展鵬 在去年為了媽媽有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就搬入一個三面環海的單位 但日前該單位業主就向媒體指責展鵬欠租兼毋約 還投訴展鵬整壞單位內的電器和地板 展鵬這一天現身為新劇天命宣傳 就出示多張和業主對話的截圖和單位內的照片 實行有圖有真相還自己一個清白 展鵬透露已經將這件事交給律師處理 還說媽媽被單位內撩起的地板 踢倒撞傷頭的情況也挺嚴重 因為那個地板的時候 之前也說了媽媽不舒服 就在家裡地板踢倒 進了醫院 都真的很嚴重 現在還未搞定整件事 媽媽已經不想跟她再聯絡 也沒有能力再跟她聯絡 那就交給我 但我真的經常不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她是 因為國內的 某些軟件又用不到 所以我交給助手處理整件事 她有照片和一些對答的東西 另外展鵬還指單位還有很多問題 但業主一拖再拖 才令她迫於無奈選擇搬走 還有一個令媽媽也很氣憤 進去後知道發生甚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 所有事情都有問題 那個煤氣爐 煤氣爐很重要 我千分萬分負責 我最近這個煤氣爐 媽媽洗碗的時候 天氣冷或者年紀大 她一手不可以冷的 是入火之前 在四月份已經跟她說 煤氣爐要換身 你知不知道搞了多久 搞了搞了搞了 搞到是去年年尾才會 已經拖…不是一兩天 不是一兩個月,是幾個月 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樣再談下去,有甚麼好談 是不是?小問題已經這麼多了 好了,接著是冷氣機 我都說我住了維敬灣 不會住了這麼久 我會不會弄口釘下去 讓你換那個冷氣機 就是很… 如果我有做過,我雙手不斷 我可以這樣說 至於被指毀虐 兼欠交一個月租金 展鵬就承認自己 沒有做到最好 但就否認跟業主 添了兩年死約 對於自己無緣無故做了租霸 展鵬都覺得很無奈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是 目前的人,我都有責任 我都知道的 我多不懂都好 這麼深的事 我都知道我應該要 履行甚麼職責 但我覺得應該用 法律的途徑去處理這件事 是不是? 然後我覺得一個月我可以 我可以給,沒問題 絕對可以給 但是為什麼要… 是不是我們藝人 因為知名度高 用這些方法就可以去做到一些 他想做到的事呢 我覺得真的要交由一些 的民事或者律師的處理 雖然連日來都受到租屋事件困擾 但自然心情似乎都沒有受太大影響 這日參與新劇 天命之與偶像同台 仲同一名來自大馬的粉絲 重演劇集的一場對手戲 劇組為了隆重其事 由場景到演員的妝髮、服裝造型等 都幾乎是100%還原拍攝時的要求 姚子玲正化身導師 親自教大馬粉絲獨對白 走位和投入角色 隊伍 隊伍 隊伍